最新消息要关注是二十秋晚上十点多台中西屯发生的一起连环车祸 当时是灰色轿车行进了五号周路口没有减速 在路口和一台没有依照规定里让的黑色轿车发生了碰撞 导致灰色轿车当场反复四轮逃天 还好驾驶只有手掌轻伤没有打碍 灰色轿车反复在路中间四轮超天 驾驶车车门打开车窗碎满地 发生碰撞的黑色轿车同样惨兮兮 左前车头布满白色刮痕车壳凹陷 两胎车在五号之路口发生车祸 还波及了当时停在路旁的机车及电动自行车 翻车意外就发生在二十七号晚上十点多 台中西屯四川路与四川二街口 这里是五号之路口 监视器拍下当时灰色轿车弧性驾驶执行 在路口没有减速 而黑色轿车黄性驾驶在路口也没有按照规定 你让多线倒车 两车碰得一身撞上 灰色轿车当场翻覆 场面超级惊险 翻车意外还有苗栗 白色翼影车摔落天理 整台车侧翻车头撞到难以辨识 而天里面的泥浆整个喷溅到了路面上 整条路布满泥泞至少五十公尺长影响交通 消防队出动强力水入来清洗 清洗工作不停 同时还出动两台吊车联合救援 这里是苗栗同罗的一二八线道 二十七号上午七点多 周星驾驶没有酒驾 但因为不明原因 把一影车开出了道路 接着就失控翻到田里面 还好周星驾驶只有轻伤 也没有其他人因此受伤 记者彭光旭 林宏基 李永胜 台中妙力 综合报道